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灌状动脉噪影是整段灌心病的经标准 简单地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管子 无论是从腿还是从胳膊 也就是从饶动脉或者是从鼓动脉的途径 把一个管子放上灌状动脉的口部 然后打这个噪影剂 在这个S光线下看管子状动脉的显影情况 这个管子状动脉有没有狭窄 有没有堵塞 另外狭窄的程度 狭窄的性质 也都是一目了然的 这样的话都可以非常明确地端出关心病 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如果说是堵塞70%以上 就可以考虑做支架或者搭桥 如果说是堵塞70%以下 保守的药物治疗就可以了 如果灌脉造影对某些病变判断不清楚的话 比如说这些分叉病变 该号病变判断不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枪类下去的检查 比如说血管率超深 OCT 可以从血管里边很清楚地 判断冠状动脉的下载程度 另外还可以做FIR 通过生理性的检查 评估一下 这观众动脉狭窄 对血管动脉有没有影响 以不引起关心病的症状 做到有的方式